這題目就是這樣的 叫你用 mathematical induction 證明 summation k 由 1 到 n k 乘 k 加 3 等於 n 乘 n 加 1 乘 n 加 5 除以 3 等於任何正整數 n 我們就要第一步檢查 initial case 開頭的基本情況 當 n 到 1 的時候 好are� hand side 等於 身之 Также k 由 1 插 x 8 加 3 其中是有1就是 1 す1 加 3 即是4 另外 右下方就把n 和 1 於形ост 1 加 1 再乘1加5,再除3,即是4 所以你可以說這句說話是對的,當n等於1的時候 哪句說話是這個,紅色這句 這條equation,當n等於1的時候是對的 下一步我們就要假設對於某個整數m,這句說話也對 assume,這是1,這裡是m,因為假設某個整數m 等於m乘m加1,m加5,over3 這個就是我們的解決,解決某個整數m會令這句說話成立 現在我們考慮下一個整數m加1會否令這句說話成立 這裡就是k等於1,這裡加到最後就是m加1,k乘k加3 你問一下自己的目標是想做成什麼 你便希望做到就是m加1會被m加1代替了 變成這樣,這就是你希望做到的結果 因為這次的終點不是m,而是m加1 所以這些位置要跟著對應都要加1,就出到這堆 因此,這裡中間留下幾項 OK,留下這位置 你的目標就是由這裡做到下面 而最重要就是中間你一定要用到藍色筆這個位置 即是induction的assumption 一定要用到這條equation 你從頭到尾沒有用過這條equation 你便不是做medical induction 等於 通常有技巧都是一樣的 由一開始,這裡 開頭的case沒有改變 不用你開頭的改變 最後那邊,這裡是m 這裡是m加1 我們便會退出最後一個 有時候不幸運,你要退出開頭的位置 或者這裡不止退出一個 現在我們暫時做的題目 都是相對是直接移動一個 所以移動最後的就是m加1 乘m加4 OK 這塊已經是藍色筆 左邊 你用到它的結果 就變成m乘m加1 乘m加5 乘m加3 那麼這塊就好了 這裡就是b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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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做到这些东西 第一次当然是通过训墓 M乘M加1乘M加5 接着就加 训墓也要大了三倍 所以3乘M加1乘M加4 接着就抽个M加1 然后在中括号里面 正常你应该写M乘M加5,然后再加3乘M加4 你可以省一步的 你可以把答案M加2乘M加6拆括号 然后再乘M加6拆括号,就当是M2加8M加12 当你一步跳STEP 当你抽完COMEBETA M加1 再乘M3进去 就立刻跳这步出来 所以如果这个STEMENT 在N等于M的时候成立的话 那么这句STEMENT在N等于M加1的时候都成立 对不对?都对 重点就是,如果我知道某个整数M会令到这句说话对 那么下一个整数也会令到这句说话对 就像骨牌那样,一个推一个 再加上我们证了一个Initial Case 一定要有一个Initial Case 开始N等于1的时候就对 所以再用下一个整数也会令到这句说话对 就是2 然后再用这个推论 下一个整数3也会令到这句说话对 如4,5,6,7,8等等的正整数也会令到这句说话对 根据这个Mathematical Induction 这句STEMENT对于任何正整数也会成立 这句说话对 这句说话就做完了 这句说话就做完了 咱说话对 这句说话是说话对